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8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第3期的会员视频,我们今天 还是讲父母系列,讲什么呢,讲如何和孩子相处 在开始我们这个讲题之前,我想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因为 因为黄标事件,我们开始了我们做会员的一个这样的计划 但是其实这个计划不仅仅是因为黄标,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有会员,让我们能够 能够摆脱一些商业上的影响,这个 这个可能大家不能 不那么能够理解 因为 会员的支持,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我们这个节目,他的生命力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对自己做出的一个 做出一个考试,我们看一下,我们也要通过这件事情来看一下 我们自己到底做的怎么样,所以 黄标事件其实是这次会,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起点,但是真正的要让我们往前走 而且走得很稳 走得很远,坚持做下去 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想法,真正的想法,所以我跟大家做一个交代,做一个这样的想法的交代 那么 以后的想法,因为 这次的 父母系列,我准备做 做三期,讲完之后呢,我会再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把我们,把我之前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想法 整理成为一个 若干个系列啊,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 那么主要的方向是 一个是我的职业方面的一些 体验啊 还有就是我的一些 我觉得 呃 我其实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但是 但是是被新闻事业耽误的一个作家 那么 但是我还是有,我还是很希望能够腾出一点时间来 完成我的作家梦啊 虽然我做的是记者工作,也以前也经常写稿啊 但是和我的作家的梦没有关系,那是 那是新闻稿 所以我还是想 有的时间拿出一点时间来 写点小稿子啊,把这种把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感悟 通过这种 通过这种方大方式来表达,我就看一下用什么方式 来呈现给大家啊,那么这也是我们 会员视频从其中的一个 一个内容啊,好吧,我在这里跟大家先说一说 说说这些呢,也是也是等等其他的 其他的会员赶紧上来,好吧 那么 为什么要讲这个和孩子相处的问题 我有一个九岁的女儿 这个女儿呢 我和我的太太 付出了我们所有能够付出的 时间,精力 和情感 在她的身上 那么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 我太太是个没那么冷静的人 所以呢,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方法不同 我有一些感想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题目举出来 其实也是分享啊,其实也是分享 相处是什么 相处其实就是教育的主体 没有相处就没有教育 就是做一个靠谱的父母 首先就是陪伴 没有陪伴 你不拿出时间来 你下多大的决心,喊多响的口号,花多少钱 其实都是虚情假意 小孩子要的是什么 小孩子就什么都不要,其实小孩子老实讲 他们真的没那么高的要求 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他对物质的要求 没那么高 他们要的就是你的时间 只要你的时间 你陪伴他 这是最最重要 所以我经常讲 经常 我经常 也有很多朋友来找我 问我这个 小孩子出去留学好不好啊 初中去好还是高中去好啊,老实讲我都不赞成 为什么 因为 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 去留学意味着什么 去留学就意味着要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或者是离开一方 或者是妈妈陪他去,或者是爸爸陪他去 这个家庭都不完整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 陪伴 是 所有一切教育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什么都谈不上 所以这个问题 是 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是第1 第2 在我自己观察来看 中国的父母 和孩子的相处 99.9% 都相处得不好 相处得不好,问题比较大 为什么 这跟中国人的这种 家庭观念有关系,父母高高在上,要么呢就父母高高在上 你必须听我的 没有平等的心 要么呢就是小孩子是小太阳 所有人围着小孩子转 要么就捧在手里,捧在手上 要么就踩在脚底下 大部分就是这样 就基本上很少中国的父母 能够用一个平常的心 用个平等的态度 和小孩子相处 那么其实你不能够跟小孩子相处 那你基本上就失败 所有教育上的失败 都是从哪开始 都是从相处开始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教育的崩溃 都是从相 相处 相处不来 开始的 所以呢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 我女儿学小提琴 学小提琴 小提琴其实是一个是一件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乐器 要控制手指 要控制这个音 要控制这个功 把他协调起来不容易 我女儿其实是一个 她是个非常有好奇心的孩子 基本上 你让他去我们小三四岁 四五岁的时候 我们就我们不强迫他学任何的 任何的技能 都是 先领着他去 你体验一下 想不想 他说想 他基本上没有说不想 他每次都想,因为他非常好奇 大概大部分小孩子都是这样啊 那么 我的原则是什么?我的原则是 你除非卖 就是喜欢到你卖不动步了 我才同意 你必须求我 我才同意你学这样东西 当然 以后他还会不认账 当然其中一个理由是什么 中国人还是讲 你要求 我才教 你不求我,我都不教 这是中国人的观念 其实是 那么 他学了这个小提琴,后来他哭着喊着要学小提琴 那么有一天,这件事情经常发生 那么有一天 太太跟女儿在房间里练琴 我在外面看书还是怎么样啊 刚开始有琴声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了 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没有声音了 推门一看 太太 气喘吁吁的 气呼呼的躺在沙发上 女儿呢 就 躺在地上 琴针在边上 两个人基本上已经 处于战争状态 战争状态 这些事情还能学下去吗 当然不能 因为他们已经翻脸了 翻脸了 这是什么问题 这首先 是相处的问题 如果你没办法跟孩子相处的好 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是完不成的 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好的结果 没有一个好的下场 那么当然最后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这里面有几个原则就是 跟孩子相处有几个原则很重要 第一个原则就是尊重 大部分的家中国家长 不理解 尊重孩子是什么意思 尊重孩子的意思就是你真的要平等的看待他 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的家庭成员去对待他 什么叫平等 平等不是说我把你高看一眼就是平等不是的 是你真的要 把他当作一个 对话平等对话的对象 就是你要你要跟他在同一个视线 去看待问题 和解决 表达问题 这里面真的是不容易 中国人其实 我一直讲中国人是没有平等的概念 中国人眼里全是阶级 各种阶级 这也上司下属 这个这个父亲孩子 大部分都是阶级观念 等级观念 所以尊重 尊重是一切 一切相处的一个 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尊重 你尊重他了 你尊重他才能做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你理解他 就尊重你首先你要把自己放下来 放在他 在他同等的位置上 去看问题 想问题 你才能够做到什么呢 第一个 你就是能够理解他 理解他的困扰 理解他的问题 还有一个 其实我觉得很多父母做不到的另外一个问题 相处不好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相信对方 一定要相信他 你能够理解他,你能够相信他,你成你们两个才能相处的好 否则是相处不好,以拉琴为例 我跟我女儿曾经在 在多伦多,我带他去多伦多 旅行,我们在多伦多大概待了 待了二十几天吧,二十五六天 在多伦多 太太交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必须让他每天恋琴 那我的策略是什么,我的策略是 你自己拉 我不知道你拉的怎么样 你就拉就好 拉完了以后 你来告诉我,你拉完了,我们再去做别的事情 第一天呢 我就说你在里面拉 我把房门关上,我在外面看书 那 半天没有声音 过了半个小时,他跑出来说 不想拉 我说不想拉不行 我说你不完成这个动作 我们不就做就不做下面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妈妈交代 我必须完成 所以你怎么拉我不管你,但是你一定要拉够半个小时 或者是你拉十遍都可以 只要你做完这个动作,你告诉我,我就相信你 第一天其实他拉的很 就是稀里哗啦,反正就是 搞了半个小时,但是也是不是很 不是很顺利,其实 我说行 你说完成了,我们就走 我们就出去了 第二天也是如此 但是 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不管你怎么拉 我都相信你 但是你记住有两条 第一条,反正你都得拉 拉得好也是拉,拉得不好也是拉,我们时间都放在这 这第1个,第2个 我相信你一定会用心去拉 你不能辜负我 辜负我对你的信任 其实对小孩子呢,很多事情你一定要说出来 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为什么 这就是你信任他 而且你要让他理解你 其实呢,很多家长就觉得小孩子怎么懂这么多 其实不是的 你只要平等的对待他 他都能够平等的理解你的想法 从第3天开始 从第3天开始 他每天拉10遍 蛮长的曲子,拉10遍,大概是半个小时 每天坚持 每天做完这个动作 然后我就,我从来不会去 我从来不会去 说你这个拉的不对,那个拉的不好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自己拉的时候,你想一下老师怎么说的 只要你能过自己那一关 我这关没问题 这里面对小孩子来说 你尊重他,其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隐含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把他 你对孩子的尊重 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是你把他对他自己的期望 提高了 他对自己的期许提高之后 他对自己的要求比你对他的要求还要高 这就是尊重的效果 尊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有一个 现在有些家长呢 有两种极端的做法 那一种极端的做法呢 就是 孩子做任何事情都夸他 这有些有些书呢 其实是很误导的 误导这个 误导的家长 就觉得鼓励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夸 小孩子从地上捡捡起一样东西 哎呀你都亲自把这东西捡起来 好得不得了 那一通话 那有些家长呢 就是挑剔 天天挑着 这个孩子恨不能走路 自知都不对 这两种态度其实都不对 他 错误在哪里呢 他这两种做法都在 让这些孩子呢没有正确的 评估自己 其实一个小孩子 他有他的自尊心 他有他的人格 他有他的判断力 只不过这些东西都处于一个 非常基础的阶段 他不成熟 但是他不是没有 他是有的 那么 我们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去正常的成长 我们就是按照一个有正常 正常成长的东西 这里最关键的是什么 大部分家长的问题在哪里 大部分的家长的问题就是 他没有办法说服孩子按照他的想法 去行事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 我刚才讲这两种极端的行为 那我的行为是什么 我认为应该怎么做 我认为应该是 其实引导孩子 跟我们管理上的一个模式是很像的 我们叫评价体系 在管理上也有个评价体系 我以前在我们编辑部 我曾经贴过编辑部我们刚刚成立 比如我们成立一个新的编辑部 我们很多同事都在 去培训过程 在培训过程当中 我每天每个星期 会要求我们的编辑部主任出一个什么东西呢 十条不可饶恕的错误 就因为大家都是新同事 他们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 那么每个星期我会把他们 经常犯的错误整理出十条来 贴到墙上去 大家开会讲一声 讲什么呢 这里有十条不可饶恕的错误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错误 那这个星期呢我们就 抓着十条不可饶恕的错误 大家绝对不能犯 犯了我就惩罚你啊惩罚我们不说啊 我就十条不可饶恕既然你都说了不可饶恕大家 大家都会很认真对待 那么那么这个星期这十条不可饶恕的错误最后大家检查 真的搞定了所有的人都不犯这十条不可饶恕的错误 好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又出十条 这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一个评价体系 就是纠错 教育其实是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纠错的过程 小孩子会犯不同的错误各种各种类型的错误 我们怎么去纠正他当然我不可能说十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因为他们小孩子他们不理解 那我们怎么去 怎么去纠正他这里面就有个评价体系啊评价体系是什么 就是你大概会把孩子分成三种行为 一种行为 就是正常 就是 他吃饭了 一个 一个三岁的孩子他自己吃饭了这表现正常 这个行为这是个正常的行为他表现符合预期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肯定 我们可以肯定他今天 今天 你把饭吃吃饭了啊 不错 可以 你这样做是对的 这是这是肯定这是一个态度 第2个 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不爱吃芹菜 今天主动吃芹菜了 这是表现超乎预期 表现不错 这个可以表扬 今天 吃饭吃芹菜 克服了自己的 困难 吃芹菜这个表现 是 超出预期 需要表扬 那么 今天 做了一个非常好画了一幅非常棒的画 表现优异这个要奖励 大家要清楚的理解啊 这是 你要把他的行为划分成若干等 不同的等级的表现 这件事情犯了错误 要批评 这是一个级别 今天把杯子把水打翻了 这是一个 失误 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是犯错 他是失误 告诉他 你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做 就不会这样子 不一定是批评 所以有纠正他的行为 你把这个建立一个 完整的我们叫评价体系 按照你的 按照你这个评价体 当然这个评价体系必须是一贯的 必须是 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 不能够今天左明天右 你保持一个完整 今天这个是 犯了一个错误 要批评 犯了严重的错误 撒谎 这个严重的错误 要惩罚 要惩罚对应奖励 中间是什么 中间是肯定 就是表现正常 肯定 左边犯了错误 要批评 要纠正 右边 表现不错超出预期要表扬 大概你建立一个这样的评价体系 这是什么 这就是 我们讲 这就是 你修一个跑道 这边是错的 这边是错的 中间这是对的 你不断的去评价他 通过去评价他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 你通过对他的评价 把你对他的期许 当然这所有的一切的前提是什么 你尊重他 你尊重他 你理解他 你相信他 以这个为前提 那我们相处 就很简单 就很容易 孩子就会明白 哦其实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会被惩罚的 这一系列的构成了什么呢 这些就构成了管教和相处 相处的模式 那么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做家长最怕的一种情况是什么 最怕的情况就是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多 家长也是人 有七情六欲 有情绪 有健康问题 有工作问题 面临很多很多的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回到家里 那么 小孩子要是要是听话还好但是没那么听话 气不打一处来 那么就 所以这里面就是 管好自己其实是蛮重要的 在整个的教育过程当中我们讲 有一点其实大家应该明白 明白什么呢其实 教育最核心的是什么 教育最核心的就是人格的投射 做家长做父亲做母亲 你怎么样去做人 最终会影响你的孩子他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他对他的影响 我们讲言传身教当然很重要 当然是很重要 我怎么去告诉他 我怎么去引导他当然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还是潜移默化 潜移默化是怎么来的 就是 其实 在孩子那里孩子孩子的大脑 那绝对是个超级计算机 就是你的一言一行 都在都会存在他的大脑里 最终会影响他的行为 所以我们讲 假如你希望你的孩子 品格高尚 心地善良 你必须是这样的人 他才可能成为这样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现代的家长 其实很认真 我接触过很多现在的家长 看很多很多的书 很多育儿书 当然 我可以不客气地讲 现在的育儿书90%以上都是 胡扯 基本上都是胡扯 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书来胡扯 因为 其实 其实我在上一个节目讲到 就是 中国人的这种 这种价值观的缺失导致了 我们很难去做一些基本的判断 就是说 道没有了 剩下的只有数 那么只有数的话 其实我们是解决不了道的问题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真的要让你的孩子心地善良 品格高尚 你自己要是一个品格高尚心地善良的人 你的孩子才能成为那种人为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说不出来的 你看见一个乞丐 走过去 给他10块钱 你觉得你就可以让孩子心地善良了吗 不是的 没有用的 如果你在 你在很多事情方面 你表现出来的那种行为 其实比你那个有用的多 所以这个问题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教育是人格的投射 人有不忍之心 孩子也有不忍之心 这么很多 我们很多的 我们很多的事情其实不需要 也不可能 每一件事情都 做得尽善尽美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 明白什么呢 明白 我做好自己 才是一切的 开始 我做好一个我自己做一个好人 我做一个 我做一个 品格高尚的人 才是所有一切的前提 如果你 做不到这一点 其实你就不能够要求你的孩子 那么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心态 很多家长 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 用力过猛 什么叫用力过猛 他就 一碰到孩子的事情 哇那就非常的紧张 很紧张 这得了百年大计 非得 那得 什么事情都是 就是本来本来这件事情只需要用三分力 结果每次他用12分力 小小孩子压力很大 他自己很紧张压力很大 结果没办法相处的好其中有一点 就是家长 太紧张 太用力过猛 用力过猛 真正其实相处的是你想一下 我们跟孩子相处是什么 过日子 什么叫过日子 过日子的前提是什么意思什么 就是要平常心 一定要有平常心 就是 孩子在跟你过日子 你要用过日子的态度 对待孩子 你在这里是怎么过的 你在他那也得这么过 你不能说在这我就这么过 我在这50度到他那就是开水 那不烫死他吗 不行的 就是要用平常心去对待孩子 如果你不是平常心 你也扛不了太久 累得要死也扛 你事情也不好 所以平常心这里面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 你要用平等的态度 尊重的态度对待他 要用过日子的态度 去处理和他有关的事情 这里面有一点 大部分的妈妈会犯犯一个 也有很多爸爸也会犯这样的毛病就是 只要是孩子的东西 必须是最好的 花多少钱都不管 就是必须拿最好的东西给他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你会误导他 误导他什么呢 他会觉得 他永远都应该得到最好的 他要是没得到最好 他就觉得亏待了他 这是第1条 所以你现在看很多孩子很娇气 还在 这个 觉得全世界他应该得最好的东西就是因为 父母 什么东西给他最好 你这个你别吃他这个是给给给儿子的 这个这个不能啊这个给女儿的 这个 只要是孩子的 最好的 这跟钱其实没有关系 跟什么关系 跟态度有关系 这个完全不应该 你说你说我我打个网球你至于买买几百块钱美金的 网球拍吗 没必要啊 对呀你买得到 但是根本没必要 你小孩子比如说 五六岁的孩子长 正长个儿的时候 上来几千块钱的衣服 你需要吗 穿半穿一个季就穿不完就小了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你这种态度会影响他 他会对这个世界产生误判 这是第1个第2个 就是 其实呢 给他最好的或者是最贵的其实是真的没有了解小孩 小孩不一定要最好或者是最贵 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一个合适的 合适的才是最好 什么叫合适的 我们我上个节目讲 要个小校培养小孩子会选择 他要做一些判断 判断什么判断什么对他更好 什么对他更 更重要 他去做判断的时候 他会建立一些判断的标准和依据 如果他没有建立这些判断和依据的话 当你有一天让他做选择 做决定的时候 他就下了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要用平常心对待小孩 你就要你怎么对待你老公 你怎么就带你女儿 你怎么对待你老婆 你就怎么对待你的女儿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这才叫平常心 真正对 大家需要什么 我是这么认为啊 一家之言啊 小孩最最最需要的是机会 机会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啊 举个什么例子呢 举个课外课的例子 我女儿 她喜欢运动 她打网球 也打棒球 那么学溜冰 学很多啊 学游泳 她什么所有跟运动有关 她非常喜欢 那她的时间是有限的 她不可能什么都去玩 她不可能啊 那我们总是要取舍 比如说她现在九岁了我们其实要选择选择 哪些东西她可以坚持下去 你不可能一口气选个十项八项那没有时间 每一样都做不好 那么最初我们在选择这些的时候 我有我是有一个我是有个标准的 第1个她喜欢 这是第1个首先必须她喜欢 但是哭着喊掉必须 就必须要弄 玩这是第1个 第2个 我现在让她去学的这些呢都是必须同子宫的 必须 从小学你才能够玩的 各种技巧 为什么 就是给她一个机会 就是说 你有些东西你不需要你现在去学你比如说 她现在学了小提琴 那么有一天说她想她学口琴 我说不学 为什么 没有那么时间 口琴以后你自己慢慢学没问题 只要你学了小提琴口琴就 不是问题 两堂课你就学会 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给她提供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给她提供的是一个机会 提供一个机会 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考虑的很多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给她保留一些机会 让她 以后真的有时间或者真好碰到这个时候 她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是保留机会 创造机会我觉得没必要 创造机会他自己的事情 不是家长的事情 创造机会是他自己的造化 所以呢 孩子需要什么 孩子是需要机会 那么有的时候 有些事情 是要花钱的机会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花钱的机会 大家就衡量自己的生活 衡量自己的能力 提供 你力所能及的东西 这里面就有一个平常心到底是什么 平常心到底是什么 平常心就是 我能给的 我就给 我给不了的 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他 爸爸没有钱 这个太贵了爸爸没有钱 等我有钱了你再学 或者你学点别的 这就是诚实 父母也要诚实地对待孩子 孩子才会诚实地对待父母 这就是平常心 不要让孩子误导 不要误导孩子 你不是 你不是一个 你不是一个超人 你这个家庭也不是超人之家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也是个普通的孩子 我们要把这个普通的家庭 过成一个有丰富内涵的生活 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家庭教育的内涵 还有一点 我这时间又说过了 还有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教育需要常识 教育需要常识 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经常遇到很多 这个常识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食品的例子 我有个朋友 他绝对禁止他的孩子吃快餐 比如说麦当劳 肯德西 为什么 他认为 这些快餐都是垃圾食品 垃圾食品 不健康 后来这件事情跑到我这来跟我说这个事情,我跟他讲什么呢 我说 没有一个食物是不健康 只要放到餐桌上来符合卫生标准 他这些事就是常识 垃圾食品是什么意思 垃圾食品是 欧洲人 形容美国人的这 饮食习惯 他们认为 这个不健康 为什么不健康 是这种饮食习惯不健康 你天天吃汉堡 当然不健康 你偶尔吃汉堡怎么会不健康 汉堡包没有问题 他全部都是健康的 不健康政府不会让他在外面卖的 就是这个 他 卫生 标准不含 不含这些有毒害的 元素 他就是健康的 任何食物 比如说 腌制食品 腌制食品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为什么 他的这个亚硝酸盐 很高 你不能食量过 你天天吃这个腌制食品 天天吃腊肉 一个星期吃六天腊肉肯定有问题 但是你偶尔吃一次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我说的是 食品 没有不健康的食品 只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如果你现在 不让他吃这个 不让他吃那个 最后他 最后 最后的问题是什么 你剥夺了 他使用这种食品的机会 这不公平 就从小你就让他 让他形成这种概念 形成这种看法 那是不公平的 你剥夺他的机会 小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小孩子最需要的是机会 我们怎么去保障他的机会 靠什么 靠常识 好吧我们这时间又过了 所以 和孩子相处 和孩子相处好 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 家长其实不是付出 家长是跟孩子一起成长 我在跟我女儿 的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也在成长 我也在学习 你不懂的就老老实实跟他讲 我也不懂 我们去一起去查Google 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没问题的 你不需要在孩子面前 成为一个超人 你跟他一样都是普通人 你只是他 你只是他的爸爸 或者你只是他的妈妈 你要有事情可以跟他商量 你要相信他的判断 相信他的诚实 相信他的善良 信任他 理解他 最重要的是 尊重他 好吧这才是 跟孩子相处的最重要的东西 OK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这个 会员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面进入一个互动 进入互动 我们还是原来的老规矩好不好 那么我们就看看 有什么 我们先不限这个互动的时间我们把问题答完我们就结束好不好 好那就这样 提问 王老师你刚才说尊重要理解和相信孩子我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 最近几天美国每天都有大量新增 新增的病病例 女儿在英利洛 香槟大学回家要坐三个小时巴士去芝加哥坐飞机 我觉得他坐在封闭的环境中时间太长 怕他在旅途中感染劝他不要回来 可他坚持要回来 我们谁都说服不了谁 请问这种情况 怎么尊重和理解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知道的信息他知道吗 如果你知道的信息他也知道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认为他会冒的风险他知道吗 如果这两个信息他都知道 他坚持要回来 你为什么不让他回来 对吗 所以 我觉得 你什么叫尊重 尊重就是 尊重他的决定啊 是吗 所以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你说服不了他回来就不能就不应该让他回来 这个问题是这样 提问中外家庭一直面临着孩子学中文的问题 我的母语是粤语到底我跟孩子说普通话好 还是粤语好 说粤语如何识字呢 孩子大学前没有可能在国内上学 孩子在海外学中文有必要吗 目前我跟孩子用简单的粤语和外语沟通谢谢王先生解答 这是所有海外 中国人的家长的问题 我有个小外甥 那么 他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他每天要花 一到两个时间去学中文啊 那么基本的定位啊你的孩子到底是什么人 这是个基本的定位 那么你的孩子是个美国孩子对吗 这个是基本的问题 如果他是一个美国的孩子是不是美国孩子都会中文的不是因为你是你是中国人 所以他就应该学到中文 这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判断的第1个判断就是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善于学中文 如果他善常于中文的话你把它作为一个他的一个外语科目 无不可 挺好的这有优势对吗就像我现在我女儿现在这个情况 因为他在家里跟我们说中文他在学校说英文中文他说得很好啊 当然他因为在国内学过很长时间 所以他没有问题他中文是可以的所以我让 如果我们坚持让他 把中文学下去就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情况并不是这样有些情况是中外家庭 其实他们在家里是 其实你是在家里是说英文 那其实他学中文没有任何的优势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小孩 一个普通的美国小孩要是学中文的话其实没有任何优势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那就是他学中文到底是他的需要还是你的需要 我觉得很多很多中国 99%的中国家长 让小孩子学中文 都是他自己的需要 并不是孩子的需要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结果你就付出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做这件事情 但是还是没有效果 为什么 我那小万事跟我讲话还是 99%还是这样讲话的呀 那付出的时间可不是一心半点 你有这么多的时间让他干的别的不好吗 小孩子的机会是什么 小孩子机会就是时间 他的时间就意味着机会 你有这个时间让他干这个 对他来说可能是另外一个机会 你可能让他学时间 学了10年 最后 还是纽七纽八的中文 还是写得不好的中文 你何必呢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小孩海外的家长海外中国人的家长 在学中文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跨越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他自己的心魔 你一定要为他着想 想一想 他是不是一个美国人他如果是一个美国人或者他是一个加拿大人 他不一定要学中文 对吗 是这个问题好不好 所以要 要解决先解决自己 所以其实 你看 大部分的孩子的问题 都不是孩子的问题 都是家长的问题 不是孩子问题 先把家长自己的问题解决 孩子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提问我孩子五岁 我和他妈妈平和离婚现在还是朋友 很发愁孩子接下来的教育怎么搞不知道王先生对单亲家庭 的教育什么建议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 就是要很平静很平常心的对待他 你不要觉得你亏欠了孩子什么 你没亏欠孩子什么 为什么 这就是他的生活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就是单亲的 我的生活是双亲的 没问题 你是用平常心对待这件事情 他自然也有这种平常心 如果你很纠结 你很自卑 你很歉疚 那他也会很 歉疚 他也很自卑 这些东西都是父母传导给孩子的 不是孩子自己 建立起来的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一样的你就过你的日子 正常心的过你而且很坦然的跟他讨论这件事情 就没有问题 我认为有问题都是 都是憋出来的 提问和王先生一样身处海外 父母来帮忙看完还是一个蛮常见的现象 作为一个年轻的父母 我认为小孩子一定要父母亲自带 主父母背只能是偶尔参与 像父母模式一样 你觉得呢 当然 我的原则是什么 如果你带不了 就不要生 要生 就得自己带 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你还是先不要生的好 为什么 如果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父辈母辈怎么带小孩你基本上我觉得 我看到太多这种案例是什么就是 两口子生了小孩然后让父母来带 岳父岳母或者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来带 结果最终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 跟父母的关系崩溃了 小孩子也是没带好 自己也不满意 父辈也不满意 小孩子当然 其实真正受害者是谁 当然是小孩子 那你觉得这样好吗 所以我是觉得 小孩子必须自己带 我们女儿出生的 我们女儿出生的第一天出生不不是出生第一天我们女儿从医院回来接回来到家里 我第一件事情 跟我妈和我的岳母一起 开个会 我跟大家讲 第一件事第一天晚上我跟大家讲 那 女儿生生下来了 我们自己带 欢迎所有的人 来帮忙 但是呢 如果你们不帮忙 没有一点问题 就是你们要是有忙办其他事情就办其他事情 大家有空来帮忙就帮忙 这里有两点我跟大家丑话说在前面 第1个 你们可以给我意见 但是不要指导我 又为什么 因为女儿长大了我负责 所以你们可以给我意见我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是第1个第2个 我按照我的想法 来做这些事情 那么你们要是看如果你们有看不惯的地方 你可以跟我说也可以不跟我说 就不管也可以不管最好 我就第1天我就把这事情讲 父辈 跟我们有很大的观念上的差异 比如说穿衣服 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给他我们按着 按照正常的理解 小孩子比我们的体温高 比我们少穿一件 那么基本上我们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孩子在广场上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在广场上很多小BB在那晒太阳 就我女儿是一定是广场上穿衣服最少的那个 但是他一直从来不感冒 大概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 所以我认为 孩子一定要自己带 你才能够为结果承担责任 如果你把孩子给你父母带 那结果谁来承担责任 责任还是你的 可是你觉得他们做的不如你好 或者是不如你意 结果会怎么样 最后大家翻脸 这就是结果 所以 所以 我是 最不赞成 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来帮忙 带小孩 孩子还是要自己带 招待他们来玩就好了 解决问题还是靠自己 观点非常赞同王先生上期观点 女儿五岁很多事情能做到自己选择自己决定 小孩子从小就培养独立思考 去做决定的能力 这样成人之后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我们长辈只需要在旁边提供意见就好 对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什么 你只是提供意见 意见是什么 很多人意见 是我必须听的 我给你告诉你 这是意见 但是如果不听我就生气 这不行 意见是什么 意见就是 他可以听 也各位听 不听 那叫意见 如果他只能听 不能不听的话 那不叫意见 那是决定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观点 父母与女儿相 儿女相处的重点 首先是真实的把儿女视为独立的个体 他们成长的过程是他们自己人生的探索过程 父母在他们的人生探索过程中 将自己的经验与他们分享 而让他们承担他们选择的成败 探索过程的成败正是他们成长的经验 是他们日后独立飞出这个家庭的能力 他们才能飞得更高更稳 非常对 我很同意 情况 你好王老师 坐标新西兰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教育的小经验 我儿子在新西兰出生学习 在他八九岁的时候我开始跟他讲一些论语里面的经典段落 想让他学习一下做人的道理 有一次我在跟他讲的时候他突然问我 妈妈你觉得我是个坏人吗 还是中国的坏人太多 你为什么总用common sense东西来教我 我竟然一时间无语 一下子明白了新西兰人的唇朴 善良早早的又印在他们的骨子里 甚感欣慰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要拿 论语那些东西来教育小孩 为什么 这里面有一样东西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阅读 我女儿大概从什么时候啊 从很小的时候呢 两三岁开始我们就给他买 买汇本 我们家后来我跟我跟一个朋友 后来成为我的叫杨震 杨震我在微博上面 看他介绍汇本 然后就跟他买汇本 杨震是一个汇本专家 后来我们就成为了朋友 他介绍很多汇本给我 然后我们家里就买了三四百本汇本 我女儿就是 他最早接触的就是汇本 然后他就看很多汇本 然后就开始阅读 所以我女儿有很好的阅读习惯 大量的阅读 但后来我就发现 美国的教育阅读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有一天 他突然跟我讲一件什么事我忘记了 我们在讨论一个什么时事问题他突然 在旁边插嘴 我很非常意外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是书上看到的 所以 其实呢 西方的教育里面很多 中国人的教育其实没有西方的教育的很多方法 阅读其实是一个方法西方的这种教育的一种方法 是快速阅读 快速阅读 然后通过阅读天文地理啊什么各种历史文化全部都在里面 通过这种阅读潜移默化的把一些价值观放进去 这是一个蛮 我觉得蛮有价值的一个东西 所以 我觉得儿女教育当中其中有一环 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和重要 就是阅读 阅读非常重要 大量的阅读 每天至少要保证他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不打扰他让他自己在那看书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排 提问能听王先生分享育儿真的是开心最近有个事想听听王老师的建议 我女儿上班上有个小朋友 家是同性恋家长 我娃很好奇问我怎么回事 虽然我对同性恋群体保持宽容的态度 但真不知道怎么和娃解释 这就是性教育啊 这就是性教育的一部分 我觉得可以慢慢的跟他讲 情感教育啊 其实小孩子很早其实都有那种 我女儿很早 很早开始谈恋爱 一年级两二年级就开始有男朋友 我是在这方面我是这么觉得 女生喜欢男生很自然很正常 他大概从幼儿园就开始 有男朋友啊 当然都是小孩子的那种 过家家式的 那我也不会特别 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我们也是很平常的会聊起这些事情 他也会很 很 很甜蜜的跟我太太分享他的这些 情感啊 分享这些情感 我觉得这都是教育啊 就是情感教育 那么 他陆陆续续的有不同的小朋友相处 不同的 过程啊有高兴的有没那么高兴的有一些尴尬的事情等等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包括你说的这个同性恋这些事也可以你可以坦然的跟他讲 我觉得没什么啊 好的解释就好了 提问王先生你能不能抛弃一下为什么当今的中国 社会中 人们眼里还是阶级打土豪分天地为什么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结果还不是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啊 中国社会就是阶级啊等级啊 中国人的社会特别当我当然讲的是中国了中国大陆啊 他就是等级啊 369等人就是369等 官员369等这个社会也是369等 中国人离不开这个 离不开这个 嗯现实就是这样子 中共就是这样子中共就是一个 中共就是一个封建的党封建阶级的党啊 只不过是披着马克思的外衣 他其实还是 还是打天下做天下的思维红色江山这什么鬼啊 你想一下 他用的那些词 什么我们要做做稳这个江山什么叫做稳江山皇帝才叫做稳江山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看共产党其实 从骨子里来说 就是个封建的政党 所以你看369等 不就是 干部多少多少级不就是这样不就是封建社会的那套东西吗 所以结果就是这样子 王老师现身说法非常好观点陪伴应该是专注的 陪伴应该以孩子的需求为中心最理想的陪伴 是兼顾父母 与孩子的需要 陪伴有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方面就是 要有高高质量的陪伴 当然也要让孩子独处 你比如说这里面就是要建立一些规则 其实小孩子很重视很重视规则 我们要尊重规则 第一要建立规则 然后我们自己要遵守规则 比如说我们约定好 每天你有两个时间两个小时的时间独处 你 其中一个小时做功课 另外一个小时阅读 那么另外你有半个小时玩游戏或者玩什么东西都好 anyway 那么另外半个小时我陪你玩 那你说的做到 这个陪你玩你真的要把你办所有的事情放下 陪他去玩 这就你真的要跟他去玩 玩他想玩的游戏 我经常看到的父母是什么 父母是 让孩子来玩他想玩的游戏 而不是去陪孩子玩的游戏 就为什么有些家长 就算是陪伴,其实小孩子没那么高兴,原因是在哪里 原因是 你让孩子参与的是你想 你想玩的那个游戏,而小孩子并不想玩你想玩的游戏 他想玩他的游戏 而且还有一个 有些家长觉得那个小孩子玩的游戏太弱智了,要玩我这种高级的游戏,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你没有玩到 小孩子玩的那个游戏里没有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所以你觉得他的 他的那个游戏弱智,不是这样 其实小孩子的玩具 小孩子游戏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 你必须投入当中 你才能真正的体会 他为什么笑的那个嘎嘎嘎嘎 就是因为他真的觉得那个好 你要理解那个好 你的陪伴 才是高质量 好不好,我们今天讲不完,最后还有两个,我们讲完哈 观点,父母的言传身教真的很重要,反观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对各种观点 抱开放的态度 表现是万事都是可商量的状态 我就有机会去说服他们 让做孩子的我 觉得不那么紧张,反观有的父母亲子关系不对等 孩子30岁了还是下级 就算有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会被一票否决 孩子根本不敢放手去做一些决定 希望我以后能做一个放手家长 这需要勇气 是的 观点,两代人成长的背景不同,对很多事情看法不一样 这很正常 但是要平等的对待孩子 他们不是你的私人财产 他有他们的人生经历 摸索 我们父母就是陪伴支持 以及最后的放手 观点,之前我在家 教育的妈妈老是说当时我并没有做太多的教学 更多的时候是教他们生活 一起做家事 购物办事等 跟他们一起做 他们也跟我一起做 生活中学习 才是最真实和丰富和扎实的 非常对 观点,好多家长说 愿意聆听孩子的想法 不过是想听 听完孩子的想法 然后再说 想办法说服孩子 让孩子认同家长才是对的 并不是真的想知道孩子想什么 只是想知道孩子 只是想知道怎么说服孩子 非常对 其实很多家长 其实从心底里觉得他的决定才是正确 所以 绕来绕去都是要孩子跟他 按着他的想的做 这是这是最大的误区 观点,陪伴需要和孩子一起成长 站着孩子的身后 跌跌撞撞一起走 很好 非常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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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